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 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WAR和Light的区别 WAR和Light是什么意思 咱们上期学过如何定义变量 对不对 对 咱们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就会用到WAR和Light 那么有个朋友就问了 我定义变量干嘛需要用到两个关键字呢 我是该用WAR还是该用Light 对不对 它们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它们有什么区别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区别第一 大家请看 限定变量的作用范围 区别之二 防止变量的重复定义 都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个个说 首先咱们看限定变量的作用范围 非常简单 根本就不用说 您太费时间就能够学会 好 马上咱们建一个文件 马上看例子 马上运行 您就马上学会 试试啊 好 我把这段代码考过来 咱们看它是如何限定变量的作用范围的 好 咱们先看这段代码 我有个if语句 里面这个地方应该是条件表达式 但是呢 我就直接写个处 为什么 让代码永远能够进到这个代码块当中 大家请看 这个呢 我加了一个大括号 说明这是一个代码块 这代码块里面的内容呢 按理说 按理说 是私有代码块的内容 对吧 我出了这个大括号 这个私有代码块 就应该不起作用才对 对不对 好 我在这个代码块里面 用var 声明了一个变量myname 然后呢 它是strain形 给一个初始值 对吧 然后 我在这个代码块之外 我去引用这个myname 看咱们能不能够引用到 按理说 咱们是不能够引用到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它在一个私有代码块里面定义的 OK 咱们看看它能不能引用到 OK 另外说一句 这个地方 我用到的是yes的模板语法 如果说 咱们对这个模板语法还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看一下我的es2015的课程 在那个里面 我都给您讲到 好 咱们马上编译运行 看看这个代码能不能够执行 哈人说编译就报错 为什么 这个myname 是在其他的私有代码块里面定义的 对不对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编译 tsa.com.g test.ts 回车 我的虚拟机 好像最近这几天编译有点慢 虽然这个是个小文件 好 咱们看来是编译成功 然后咱们node.com.g test.js 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 hello.com 说明什么 说明我hello的时候 读到了这个变量里面的值 com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生成的gs文件 大家请看 和咱们刚刚的ts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地方 它给展开了 咱们刚才写ts的时候 用的是模板语法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虽然是一个私有代码块 里面定义的变量 咱们在这代码块之外 也能够引用到 大家觉得不觉得 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 咱们一般用java的时候 或者咱们用一些csharp的时候 用一些高级语言的时候 咱们在私有代码块里面 定义的变量 在外面是读不到的 对不对 那么ts 怎么达到相通的效果 这个地方 咱们就不能用wra了 用什么 用light 好 一存盘 马上编译 再看能不能用到 编译 注意看 有点慢 有点慢 报错了 报什么错 报我这个myname变量 未定义 为什么 对 因为我这个myname变量 它是私有变量 它在这个代码块里面起作用 出了这个代码块 当然就不起作用 所以说 我推荐您今后 在使用ts编程的时候 不要用wra 而要用light 对吧 非常非常严谨的 定义一个变量的作用范围 不是吗 OK 这是今天咱们讲的知识点1 再看第二 防止边上的重复定义 就是下面 咱马上再运行 把代码拷备过来 这个其实也不难 非常简单 是这样 我小马视频会把一个很难的问题 或者说 您可能看书 估计得学个半小时问题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给您讲明白 好 咱们看 我这有两段代码 分别是 声明了一个myname Stream Coma 然后写上myname 我的名字叫什么 然后下面 我又定了一个同样变量名的变量 然后叫小马 没问题吧 然后myname 是小马 但是注意 我这两个变量名 是不是同名的 一般在高级语言中是不许的 Java Csharp 是不许的 对不对 VB都可以 是不许的 但是在gs里面 我用wra定义 或者说在ts里面 我用wra定义 行不行 可不可以 试一试 我现在就直接编译这段代码 看能不能通过 回车 邵总 敲错了 敲错了 不好意思 tsc 回车 有点慢 好 居然通过 然后咱们node 空格 test.js 一直行 大家请看 myname is Koma myname is小马 都出来了 换句话说 这段代码是认可的 但是 对于咱们写过高级语言的朋友来说 我同样的变量 怎么能够声明两次呢 如果我这两个 是两个私有的代码块 我这么写 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这两个变量 是在同样一个作用欲下 这么写 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对吧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他们不能够重复定义变量名呢 OK 说对了 light 咱们通通用light定义 这样的话 我这个变量名 只能够宣言 或者只能够定义一次才行 好 当然我这个VSCode就已经够报警了 咱们不管 咱们直接编译 看看是不是出错 如果出错 就对了 大家请看 是不是报错了 为什么 同样的代码块 同样的作用欲 怎么能使用同样的变量名呢 对不对 从而得正 用light方法 不能够定义相同名字的变量 这样的话 咱们代码就会非常的严谨 让GS看起来像高级语言一样的使用 对不对 它就是高级语言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用TS 不再用GS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WAR和light的区别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我这段代码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上有酷YouTube 包括我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